蓝旺基看着眼前出现的一座座类似宫殿一样的房舍,有点没转过弯来。 这里已经不是他曾经来过的样子了,再也看不到曾经的那几间木制房子。 心中有欣慰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。 蓝景仪看到这些宫殿,嘴巴张德老大,结结巴巴地道,这,这是乱葬岗。 蓝丝锥也有些蒙圈,他跟着自家父亲每年都会到这里,每次父亲都会带着一谈天子校。 但也仅仅是一谈天子校,没有其他了。 那时候上还不知道为什么,现在想来,父亲是来缅怀爹爹的吧。 今年他们也来过,那时候还没有宫殿,只有茅草屋留下的残根断壁,还有一个黑漆漆的山洞。 蓝丝锥想,这应该是爹爹不久前开始建造的吧。 只是这速度尾时快了些,不过一想到乱葬岗上,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。 那一群群凶尸厉鬼,可不都得听他家爹爹的吗? 他道,景仪,这是乱葬岗,也不是乱葬岗。 蓝景仪被蓝丝锥的话绕迷糊了,他不解地看着她,问道,丝锥,什么意思? 蓝丝追道,这是被改造后的乱葬岗,或许,已经不能称呼为乱葬岗了。 蓝景仪若有所思,不过看到这些宫殿,对于韩光君会在乱葬岗生活的事儿放心了不少。 他就说,为前辈不舍的韩光君受罪吧,他这不料得很准。 蓝玄宇从一边的宫殿中走出,走到魏无羡面前,恭恭敬敬地行礼,玄宇见过先生,见过韩光君。 蓝望鸡轻轻汗手,事意无需多礼。 魏无羡则则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说道,几十道的,事情可安排好了。 莫玄宇回答,昨天刚到,玄宇的私事已经安排妥当,劳先生挂念了。 魏无羡,我若说我一点也没挂念,不知你信不信。 这时候,坠在后面的蓝景仪与蓝丝锥见到了莫玄宇,紧走几步,上前去打招呼。 蓝景仪道,玄宇,你速度真快啊。 莫玄宇笑道,还好,你们也不慢。 魏无羡不耐烦听他们三小只嘀咕,不再和他们废话,打发人下去休息。 她道,玄宇,你先带着阿苑与景仪下去歇息。 嗯,阿苑就安排在逐室。 至于景仪,她想跟私追住一起也行,住客院也行。 还未等蓝私追说什么,蓝景仪便道,我自然是与私追住一处了,是吧,私追? 蓝私追也没有拒绝,一个人一个院子,确实也太过空旷,有景仪陪着,再好不过。 她点头道,麻烦玄宇带我们去逐室。 莫玄宇攻身一礼,向魏无羡与蓝忘机告退后,对蓝私追与蓝景仪道,私追,景仪,走。 我带你们去逐室。 魏无羡看着三小只离开,对蓝忘机道,蓝战,你看他们三个,关系很好。 蓝忘机汉手,是不错。 魏无羡想一出是一出,她道,走,蓝战。 我带你去浮魔洞看看。 蓝忘机微微压抑,浮魔洞还在。 魏无羡被问得一愣,回道,自然在的。 我只是围绕着浮魔洞在外围建造了房屋,其他地方都没有动过。 蓝忘机跟着魏无羡去了浮魔洞。 浮魔洞还是一如既往的脏乱,她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,道,蓝战,他们都怕进来这里,我也一直没时间整理打扫。 我刚刚都忘记这回事了,要不,等我整理好了再来。 我们先去卧室看看吧。 蓝忘机将衣袖往上翻卷,一边卷一边道,不用,我来收拾。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动作,忙阻止,爱,蓝战。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可以了,你不必动手,在一边看着就行。 蓝忘机眼波流转肩,轻轻地横了她一眼,嗡声嗡气地道,一起。 魏无羡虽然不想蓝战动手,但很显然,她并不愿意。 是她事算了,她都忘记,浮魔洞已经空置十三年了。 她一开始,就该带着蓝战去卧室的。 无奈,她只得与蓝战一起,将浮魔洞整理了一遍。 不过好在,浮魔洞也没剩下什么了,不过一会功夫,两人便整理好了。 蓝忘机看着浮魔洞空荡荡的,问道,魏英,这里你准备做什么用? 魏无羡想也不想得到,这里就当练骑士用吧,我时不时地就会练着一些小玩意,这里比较合适。 蓝忘机汉手,那需要添置的东西,需要抽时间去买。 魏无羡拉了拉蓝忘机的衣袖,将人带出了浮魔洞。 他笑着道,不急,到时候我列个单子让玄宇下去购买便是。 这些事情,蓝战你就无需操心了。 现在,我带你去卧室看看,可好。 蓝忘机道,刚才就想问,你把卧室造在了哪里? 魏无羡笑得高深莫测,只是道,你跟我来便是。 直到蓝忘机站到那处院落门前,他才反应了过来。 这处院落与他在云深不知处的静室一模一样。 他失声弥喃,静室,魏无羡笑得十分得意。 他道,对啊,我想着你应该早已经习惯了静室的装饰,想来让你塑在别处总归会不习惯。 我就让人按照静室的样式,在这里给你造了个一模一样的院子。 你去看看,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适的。 你提出来,我好让人来改。 蓝忘机说不清楚自己心中是个什么感受,只觉得酸酸甜甜的,很是满足。 他抬头看了看院落上面的牌匾,才发现牌匾上空空荡荡,没有一个字。 他疑惑地看向魏无羡,道,魏英,此处和明。 魏无羡指了指牌匾,笑着道,蓝湛,牌匾由你来写,如何? 蓝忘机深深地看了魏无羡一眼,问道,你确定要我提字? 魏无羡理所当然的点头,你的字比我的俊义,我的字太潦草,我怕我写上去也无人认的。 说完,自己倒是先笑了起来。 蓝忘机无奈地摇头,他看了看空白的匾额,不是很大,但也不小了。 想要写下他心中的名字,足够了。 这里是他与魏英往后生活的地方,他不想与先前云深不知处的敬视一个名。 云深不知处,他不好意思大动干戈地改动,这里,就由着自己的心意来吧。 他如是想着,手中避尘出窍。 碎蟹随风飘过,避尘收剑回窍。 魏无羡等了一会,见没有没有钉点碎蟹飘落了,才抬头望去。 这一望,魏无羡整个人傻在了那里,看上去整个人,呆呆的。 蓝忘机看他傻得可爱,伸出手,将他整个人搂在了怀里。 他滴滴磁磁的声音在魏无羡的耳阔响起,魏英,可喜欢。 面对蓝忘机的询问,魏无羡还是没有回过神来,只是本能地回了一句,喜欢,我很喜欢。 此时,魏无羡的脑中只剩下三个字,再没了其他。 魏县,魏县居,蓝忘机思慕魏无羡的意思吗? 回到乱藏岗的第三天,魏无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,第一次宗门会议。 是的,魏无羡从未想过要创建家族,哪怕死过一回也没想过。 他死后回魂不久便开始想,想了又想,他还是决定建立宗门。 当初温某,蓝安奈一辈,建家族而摔门派。 现在他魏无羡便要建宗门,摔门派,一改种血缘这一风气。 他觉得,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,自身的强大很重要。 当然,能有这样一个宗门,为天下修士提供修行的场所、资源,而修士强大后,再来回馈宗门,促使宗门更加强大。 当然,修为强大者可享受好的待遇,想对的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,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。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选择,至少目前是的。 魏无羡与蓝望鸡相邪坐在首座,左下手依次坐着蓝苑蓝丝锥,蓝燕蓝景仪,墨玄鱼等小辈。 右下手坐着温宁温琼林,宋子称道长,红衣等鬼将。 魏无羡看着众人,十分平淡地吩咐道,红衣,下月十五,蓝战要在这里举办一场清谈会,你记得着重安排。 红衣公身领命,是,主人。 属下定会安排好,不出一丝差错。 魏无羡汉守,对于你的能力,我自是相信的。 红衣,你安排室姨的时候,带着玄宇和阿苑。 以后这里的事情,我会交给他们两个来处理的。 玄宇主要负责术物,阿苑负责宗物。 红衣道,是,主人。 属下一定好好地指导两位少爷。 魏无羡又指了指蓝景仪,笑着道,小景仪,你也跟着一起学。 蓝景仪眼眸一亮,笑得见牙不见眼,好的,为前辈。 墨玄宇激动地看着魏无羡,眼中闪着满满的如沐。 她想着,原来她的先生这么看重她呀,居然让她学习管理术物。 她一定会跟着好好学习的,将来好帮先生管理术物,以此来报答先生的救命之恩。 魏无羡听到红衣对阿苑的称呼,心中不满意。 一想,是自己没在第一时间介绍阿苑的身份。 心下暗恼,真是美色误认啊。 可嗨嗨,言归正传,她想着有些属下并未见过蓝战,她需要重新介绍一下才行。 说做就做,她对着自己的几个得力手下,隆重地重新介绍了一番。 她道,坐在我身边的是寒光君蓝望鸡,它是我未无羡的道理。 以后而等见她如见我,她的命令等同我的命令。 若是让我知道你们胆敢怠慢,绝不轻扰。 众鬼连声道不敢,恭敬的道,是,主人。 以后但凡韩光君的命令,我们一定认真完成。 各位鬼将在心中肺腑,就韩光君身上如何都遮掩不住那属于主人的气息。 谁敢不长眼地冒犯韩光君? 就问谁敢? 他们太难了。 魏无羡对他们的反应表示很满意。 他对蓝丝追招招手, 阿愿,你过来。 蓝丝追不知道爹爹叫他干什么,但还是十分听话地走了上去。 蓝丝追在魏无羡身边站定,认真的听他说话。 然而,魏无羡并未与他说话,而是介绍起他来。 他指了指身边支蓝玉树,温润有礼的蓝丝追,道, 他是蓝愿蓝丝追,是我与韩光君的养子,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少主,明白了吗? 众鬼躬身见礼,属下见过少主。 蓝丝追被众鬼将搞得不好意思,脸微微地发烫, 但他现在代表的是爹爹与父亲的脸面,绝对不能怂。 他向前一步,拱手行礼, 丝追见过各位叔叔伯伯,姐姐,阿姨, 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 众鬼赶忙回礼, 少主折杀我等了。 魏无羡看着蓝丝追温润有礼的样子, 越看越喜欢, 他站起来,拍了拍他的肩, 道,阿怨, 有些事你要学会习惯。 你是少主, 他们是属下, 这个定位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摸索。 不用急, 慢慢来, 我与你父亲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 蓝丝追看着他们, 眼中涌出的热议, 被他生生地憋了回去。 他是韩光君与仪陵老祖的义子, 他必须要强大起来。 他点头应诺, 跌跌, 阿怨知道了。 魏无羡拍了拍他的小脑瓜, 笑道, 那你先下去坐吧, 别处着了。 嗯, 蓝丝追脚不声也欢快了几分, 他走回自己的座位坐好。 蓝锦仪碰了碰自家小伙伴, 开口无声地说了句什么。 蓝丝追关他嘴形, 说的是, 少主, 你真威风。 蓝丝追瞥了他一眼, 没理他。 魏无羡将私存了好久的事, 摆上了台面。 他道, 我想建立一个宗门。 蓝旺鸡坐在身边, 听他如是说, 一点也不觉意外。 他问, 可想好宗门叫什么了? 蓝旺鸡不惊讶, 在场的众人还有鬼将, 却是着实惊讶了一番。 魏无羡十分光棍地道, 没有。 众鬼将无语, 您老连门派什么名字都还没有想好, 你就说要开宗立派。 蓝旺鸡建议, 现在想一个。 魏无羡十分有自知之明, 他道, 蓝旺, 你给取一个吧。 你取的名字比较好听。 不过最后一句话, 他没有说出口, 可嗨嗨, 在属下面前, 他还是要点脸的。 蓝旺鸡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, 私存片刻, 道, 灵光。 如何? 魏无羡被他看得莫名其妙, 蓝旺这笑容, 有点不寻常啊。 直到听到灵光两字, 他终于明白蓝旺这笑是怎么回事了。 若宗门真的取名灵光, 他只怕蓝旺比他更羞好吧。 魏无羡笑着反调侃, 我没意见啊, 只要蓝旺你觉得合适就行。 然而, 他失算了。 人家蓝旺鸡一本正经的模样, 谁也没往那方面想啊。 他心底暗戳戳的那些小心思, 可多了去了。 他道, 那便灵光吧。 红一, 通知下去, 下月十五灵光阁正式开阁, 待开阁仪式结束后, 安排讲道。 红一眼神也没给魏无羡一个, 直接攻身应命, 是, 韩光君。 魏无羡, 我是谁, 我在哪儿, 我在干什么。 蓝旺鸡见他呆呆的, 也不催, 随他神游天外, 自己则继续安排。 他吩咐道, 这事, 玄宇你和思追负责安排, 调度。 锦衣你也跟着一起, 该学的你们已学过, 这次就让你们好好实践一番。 你们第一次独自负责, 要相互帮衬, 扶持, 可明白。 玄宇有不懂的, 可以问思追与锦衣, 你要早日熟悉起来, 好帮魏英处理事物。 若你们三人都无法解决的, 可寻红一。 红一, 这三个交托给你, 辛苦你了。 红一连到不敢,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韩光君说如此多的话。 不要说他了, 就连魏无限都听得一愣一愣的。 墨璇宇起身攻身行礼, 弟子谨记, 绝不让先生与韩光君失望。 蓝思追与蓝锦衣, 也紧跟着起身行礼, 表示他们明白了。 他们道, 父亲韩光君, 我们会努力的。 蓝忘记汗手, 且下去吧。 众人余贯而出, 都没有询问一下魏无限的意见。